白天听 코� 詞 读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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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音乐 曲 读音乐 读音乐 音乐 读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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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到 先听 有些拐音 大家会使出来的部分 我会针对在 TV 板上面 去做一些分享 我不会针对新剧场板 因为希望很有解数 就是在刚才老师 目前做一个 什麼時候呢 預定是2020 那大家也知道這件事情就是參考參考而已 所以就不要太期待 所以我們今天的著重點都會放在 1996年的法蒂利馬裡面所出現的使徒 那當時的使徒呢 他不僅是有編號也有他的名字 跟他每個使徒之間的一些特色 跟他一些存在的問題 為什麼沒有問題來講 因為今天我可能會提到一些 過去比較沒有被注意到的一些點 就是使徒背後的一些事情 就在這邊 那大概意思就是呢 他是負擔了上帝 所謂神的使命的一個人 那他有所謂的十二門徒啊 那簡單講他就類似於先知 因為人類他也不會知道 神叫做什麼 所以神就把他的旨意 派給所謂這些幾個 所謂這些人讓你知道 跟世人傳達 所以對於一般生人 他屬於先知的一個角色 但 就是多年來一直強調就是 我們的使徒呢 跟聖經使徒完全沒有關聯 我們認識使徒長的一個樣子 對 那再強調一次 為什麼當初會有所謂使徒的這個名詞 概念在 讀應該是裡面 因為他也覺得帥 因為他覺得這個名詞 用起來覺得很酷 他覺得亞當律師這個名詞很帥 所以他就沒去 他自己本能承認的就是 就是 這是從我所謂看到的 的樣子 那可以注意 特別注意到我們特別找一個 最右下角的 第18始祖 李李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人類 就是我們 所以呢 這個字後 我後面會提到就是 人類是第18始祖 亦或者是說 始祖是不同型態的人類 這個我後面會稍微停一下 好 那 重點來了 始祖這個概念 對於 愛媛本身來說呢 他其實 並不只是擔當我們所有 人沒看到 很大型的未知生命目前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他其實是要表達說 呃 當時的日本社會 當時的社會 當時的社會 全世界都認為說 這個是非黑子白 有壞的就是老好人 但 在他認知中 其實敵人並不是一個 很明確的東西 尤其到後面來 整個 整個 直映戰士到後期的劇情推移上來說 始祖到底是是敵人 都已經可以直接把他來個問號 到底誰還是真的敵人 那 對他認知來講 他自己覺得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呃 他跟 應該是講 以他跟他的師父 宮崎俊來講 算是補兌 他跟他師父 這些兩個人的 勾心斗角 應該大家都知道 因為像宮崎俊就是一個 我就是宮崎俊 我就是要讓他覺得我很厲害 可是 他也不是 他覺得說 我是要達到我的自我 我要做到我自己自我 心中想要成的樣子 而不是大家對於我心中的樣子 那其實他像這樣子的人 在當時的社會 即使現在的社會 都不是一個 可以被寡犯接受的一個樣子 所以他就一直認為說 你們這些不認同我的 你們這些不相信我的 你們這些不接受我的 都是錯的 他就會變得 心中是有一些寂寞存在 他一直很想要成為一個 他自己想要的樣子 就是他還沒長大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世界 這個所有人 並不認為你可以做自己 你應該要像宮崎俊那樣子 成為大家心中的 厲害的宮崎俊 大家心中厲害的安遠 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安遠他本身 在作品上 對於 所謂的粉絲 發展演員的粉絲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觀眾們 進行報復的一個行為 甚至他甚至在 那時候 TV版集數之後 96年 準備發表 那個新劇場版 甚至在記者發生 直接跟粉絲拍出 直接對罵 因為他認為說 你們不懂我 你們不知道我 要講什麼 你們都是錯的 所以他當時 他的心中 就把這個社會性上 用來做作是他的敵人 那這個東西 一直反射在他的劇情裡面 他就在他這個使徒 的視頻上面 所以他認為說 第一 所謂的敵人 或所謂的使徒 只是一個無喜的東西 你認為他是錯的 他就是錯的 你認為他不是 他就不是 所以他很曖昧 很模擬難可 這次會引導到 後來的劇場版裡面 他說 這完美的世界 所謂的烏托邦 是一個很虛擬的 很曖昧的一個世界 大家都得到LCO裡面 每個人的意思都活在一起 這是一個很曖昧的世界 所以這次他一直想 傳達這樣的東西 他覺得社會整體價值觀 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那 這個就是他 在安典 他帶來 97年的時候 的一個訪問中 他後來所謂 史詞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在這章話裡面出現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當時官方有公佈一個手稿 他就是當時所有 在他之前發生過的使徒 的集合體 甚至這個東西後來 在 15年的時候還把它成功 他還把它做出來過 所以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 那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使徒是來自同一個 純能量的宇宙 他來自同一個宇宙 他來自同一個宇宙 那 意思是說 是不是可以解釋 就是說 使徒他的記憶 是有被用某一種方式 保存下來 他來 繼承呢 或者是 給予別人 給其他的使徒 之類等等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存在 不然 照理來講 他怎麼可能會有 之前使徒的樣子的記憶 甚至前面講到 為什麼使徒會有 知道這個東西 是武器的概念 因為照理講 他們在劇中的狀態 是每一個使徒 各自各自出現的 沒有同時同步出現的使徒 所以照理講 他們應該不具有 其他使徒的記憶 甚至在更 我們來推說 據東方講說 使徒是有生命果實的 所以幾乎智律是不存在 那既然智律是不存在 然後也應該 不應該具有其他人的記憶的話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出現 那 這個 這個正義點呢 到現在還是我們解釋 然後也 沒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辯論 是有切方法有收入 有切方法沒有收入 有切方法沒有收入 對 這個目前還是無解釋 那但是呢 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去 解釋說 這個東西的可能性 整個可能性 這是我自己的推論 用風潮思維的這個方式來 大概解釋說 為什麼 這些使徒 他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演變 或是他們會有這樣子的記憶 那風潮思維這個概念 最早是 是被 被提出來 在《施控》這本書裡面提到的 那 他的司機內 我先不去 細講 那重點還是什麼 說 他的解釋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是 像風潮裡面 母后 就是 風後 他會 下去指令給每一個人 每一支 每一支 那個 公風 所以公共他們會得到一樣的資訊 一樣的 所謂的 資料 所以 他們會 他們存在這樣子 這個所謂的 同一個能量宇宙 他就 存在所謂的 通常思維這樣子的同一個能量宇宙 所以 每一個使徒 他的記憶 他所遭遇的事情 其實都是被記錄在那個宇宙裡面 所以 所以 我自己本身是這樣子的解釋說 哇 這樣子的黑體是為什麼是 門之間 他是存在了這樣子的一個 共同的記憶 跟共同的一個 國籍存在 那 當然這個 他後來在 電影裡面 也大量被使用 那最經典的出租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遇到 然後 後來 也有使用 這樣的概念 然後 順帶一點 就是 這個導演 這個怪獸之王 他本身也是不一名 那 他在拍 他在 馬達平亞之前 還特地非要是有去跟老子之區 跟安野區 情義的一番 所以 可以 可以合理的解釋說 為什麼馬達平亞會有 會有那麼多 那麼多 所謂的存在身體在裡面 或許是有被影響到 對 這樣子的情況下 可以稍微解釋說 為什麼 使徒會存在著這樣子的東西 所謂演變在裡面 像我們可以想一下 最早出現的時候 剛剛就先從第三次開始 第三次出現的時候 他就是傻傻的 一直往前進攻 他並沒有 甚至他第一次看到 所謂的人類的 那些 飛行展距 或者是 所謂的那個大型導彈的時候 他是保持疑惑態度 他也只有拍了螢幕 他還轉頭 像柴犬那樣轉頭 嗯?什麼東西? 那螢幕其實就是可以 解釋說 當時第三次對於人類的 這些科技文明是 零 認知是零 他完全不曉得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到 後來之後呢 到下一個 到第四指頭的時候 他出現的是 他會知道要 他會知道要保護自己 他會知道 人類也具有這樣子的 一個攻擊的 武器存在 可是他還是犧牲了 甚至他 我們可以猜說 他甚至知道 人類的攻擊 怎麼可以去被 防禦住 所以他當時也沒有出 他的那個觸手 他觸手是有 具有高不外力的 可是在第三指頭 他的 他的 爪子裡面的 光束 是沒有到強的 不外力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這樣子的 解釋說 其實使徒 是有在演變的 在進化 也具有所謂 智力的可能性 甚至到了第四指頭 他還可以使用 他本身 他自己的AT小 自己攻擊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他那時候 他在那個 軌道上面 因為他自己的身體 如果分裂出來之後 往地表去轟炸 他的本身的質量 其實並不大 可是他使用 他那個質量 上面所帶的AT小 去做攻擊 而且還可以去修正攻擊 一步一步的 把他的攻擊的軌道 越打越精準 甚至他做到 他自己本身的身體 上的質量 將到他的AT小 去做攻擊 但他是有在學習的 甚至到第11指頭 他懂進化 電腦的迴路 雖然我們叫電腦迴路 他其實就是在 學習人腦的結構 因為Maggie 他就是用 人腦的概念結構 去設計出來 所謂三選擇 所以他甚至已經 他已經了解到 原來人腦長這個樣子 人的思維的物體 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一直到後面 他故意把那一整段 完整的 做簡介的方法 就是因為 使徒是在探索人性的 那他為什麼會去探索人性呢 因為他認為說 你們跟我們 是一樣的東西 才對 你們怎麼會跟我們不一樣 或是你們要把我們 把我們排除 把我們做格鬥 你們應該跟我們要去使徒 吧 那為什麼你們要這樣 所以他一直不理解 他一直想去掉電腦機 甚至要之後 用烤乳去直接 烤乳去直接 烤乳 烤乳 對 直接就是 直接把真式的心靈 直接擊潰掉 所以 這就是我們可以 其實回頭來看 後來發現 其實他其實一步一步在演化 一步一步在演進 他是在 他其實是具有致命的 他並不像是 但是 劇中講的就是 他具有生命有神 而不具有致命 因為以往 我們都認為說 我生命有致命 他就只要攻擊的隊員而已 他只要攻擊 畢竟性共軍事而已 但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覺得 不是這麼有意思的 那 對 提到所謂的時刻的目的了 他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一樣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所謂在 Heading Earth裡面 那一款遊戲裡面 又提到這個部分 他的論文是找這樣的 我直接 把他的論文截取下來 他當時有提到 時刻的目的 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我日後沒有 就 重量的 朋友們的 翻譯 反正簡單講就是說 這個他有 當時有提到 所謂一星二元論 跟所謂果實論 那一星二元論就是說 一個星的上面 不可以同時 具有兩種不同的生命問題 這是 當時出現這個論的時候 被廣泛討論 所謂一星會員論 因為 具有兩個生命問題 所以 一方就是排除另外一方 他們當時就是用這樣子的 內容去 去有他所謂這樣子的一個學說 那當時也是 出現另外一題 所謂果實論 那 我自己的話 我是比較 我是比較 傾向果實論 我覺得一星會員論 比較是 半牽強 但是呢 當時的文案裡面 是有提到說 就是一個星空上面 只能有一個生命題 那一個生命題 就是在於說 人類是從 歷史出生的 那歷史是出現在 所謂的 黑之夜巷 以及所謂的 那個 中央存在 那個區塊 那 使徒呢 它其實是來自 是來自 月球上面 就是所謂來自 越上面出現的生命題 那既然兩個是不同的生命題 理論上是不該出現到 同一個星球上面 那它就有出現 那當時就有出現另外一個假說 就是說 這其實是神犯了一個錯誤 因為 應該地球上是只能有一個 所謂的生命之月 就只能有一個 黑之月 或是一個白之月 所以地球上只能有 人類 或者是 其他的神的存在 但是神卻犯了一個錯誤 讓同一個星球上面出現 兩個生命題 兩種生命題 對 所以才會說 就是人類跟使徒之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 衝突 那他們所謂的 一行二行的說 就是要這樣子 去做的事 很快就解釋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使徒的東西呢 太多可以講 但是真的要細講下去的話 會花很多時間 那我可能有些人講 蘋果 我比較喜歡上次來聊天的 那 以我自己在使徒上面進行 我覺得說 其實使徒是被誤會 他並不是所謂的 壞人 因為其實在文獻中 有很多提到 就是使徒其實他只是想要回家 他們只是想要回到媽媽的身邊 他們只是想要回到假裝的身邊 回到歷史的身邊 他們其實並不具有主動攻擊性 基本上都是 人類的主動攻擊 甚至 在使徒還 甚至有一個在火山裡面 他還沒有 孵化出來 人類就強行要去補充他 所以 到底什麼是敵人 到底什麼是所謂的壞人 到底什麼是所謂的壞人 不是人類的 甚至 知道後來發現 在劇場裡面 有提到 會 會震恨同類的生物 只有人類 這就是會提到說 到底 嗯 回到最前面講的 安野說的 使徒這個觀念是很模糊的 敵人的觀念是很模糊的 是很曖昧的 你認為說這樣子的東西 不合理 你就把它認為是敵人 那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整個社會上 對於 彼此之間 或是整個社會之間 轉足之間 民族之間的一個 最可怕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安野他其實想透過這樣子的觀念 這樣子的一個 做動畫 這樣子的一個元素去 跟大家講說 他為什麼會當時 那麼的反常 那麼的 然後他們的 呃 大概是要說 華麗的資金不夠 所以你開始不懂 那其實 並 對 資金不夠是一件問題 但是資金不夠其實在很早前 都已經發生了 其實資金不夠 並不是到後面情況才發生的 其實當時後來 有些人去發現說 當時局勢的問題 是在於 大概在第十五 或十四話的時候 他們資金就已經出現很大很大的問題 可是他們當時是硬撐 然後撐到後來 對 他們的做化的品質 有下跡 是沒有錯 但是在第二個 就是他們本身的 心智上有發生一些問題 呃 外傳 因為當時 除了那個 除了那個誰以外 幾乎每個社會都被壓迫來過 然後全部都被拒絕了 所以他當時就是變得很 心裡面是很扭曲的 所以 有些工村 他追工村是最最久的 那工村 工村其實在很多的 很多的訪談中 他都不會稱為安隱 他都會稱監督 他很尊重 很尊重 叫他監督 然後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對外 還是對內 他都是會叫他監督 那有機會來說 你是不是為了 再跟他 保持距離等等 那這件事情 其實讓安隱 還很囂張 因為他就說我是追你啊 我並不是要怎麼樣 對 但是你 可是你卻這樣對我 那說是在當時 安隱認為說 你工村是因為遇到我 你才會發津 你才會發派 不然你遇到我這裡 只是幾個小咖而已 對 他一直是這樣認為 可是卻配向對付 然後在他認為說 他的作品沒有 我一定很想要存在給大家 讓觀眾知道 可是觀眾卻一直放棄到說 你畫得很差 你資金不夠 所以你會亂畫 你再騙錢 所以他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 因為他的心態讓你去 把他覺得說 應該是要吃他的人 騙他的敵人 所以他才把觀眾 認為是他的敵人 然後用 所以想辦法去 報復 報復觀眾 真的第一版 二十二十八 他說到底幹嘛 看不懂 對 因為他們在報復人 他就是不想辦法看到 因為他覺得說 我們都不理解他的想法 不理他的世界 所以他才會用這樣子的方式說 我們其實都是他當時的敵人